可是你不覺得嗎 吃多了會很累 吃多了會很累 累的話怎麼樣 休息 來我們算一下 現在有沒有12個房間是空的 可以兩個小時為一個unit 然後可以QK的 目前我沒有 貴飯店不做休息 這個策略將來要改 總幹事 這樣就五歲你知道嗎 現在的人都市休息都休息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房間躺著這樣 對不對 怎麼在怕雪水 垃圾裡面都這樣揭露的雪水 跟你說 各位親愛的旅客 請您安心駕駛 慢慢的合上您的雙眼 小弟我在這邊為您介紹 如何超越顧客的期望 打呼聲不要太大 啊 對不對 記得3點10分要醒過來 這不是很爽嗎 大家都要來報名 對啊 在座誰去過我們的 這個 筒帽 有嗎 都沒有睡過 你看 這麼多客員可以開發 這麼多客員可以開發 對不對 加強一下嘛 對不對 那個名片可以拿出來換的 小民宿 懂嗎 對啊 對啊 你們就是 就是我們筒帽集團 來 是 那位市先生的 麻煩打個卡跟他講我在這裡 對不對 統帽集團你看 連鎖都有名 顧客為什麼要去統帽住 走平價路線 這個 高品質享受平價路線 有沒有看到 了解顧客的心 走平價路線 我看了一下你們房價2600多塊 算平價 平價 喔 算平價 喔 奇怪這商圈怎麼那麼團結 這個要加分一下 今年商圈大賞 這邊可能要來 很團結耶 2600多塊算平價 同學 算算 小民宿老闆算的 那一定是平價 民宿3000塊 聽到沒有 喔 要敦親睦靈喔 不要引起民怨喔 民宿算3000多塊 各位我一聽到2000多塊 真的平價耶 我們主任 真的平價耶 因為我昨天晚上睡了1萬多塊 實在是痛恨得要死 為什麼會恨你知道嗎 大哥 價格比較貴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來小姐 為什麼會比較恨 呃 沒住過不知道 沒住過不知道 來我坐你去 告訴你 最痛就是因為 這個1萬多塊 是從我口袋裡面拿出來的 懂嗎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顧客的心就是這樣子 剛剛講老闆不在家 隨便喝 但是我們很上道 三宿四十塊 我們絕對出得起 一次喝兩倍沒關係 喔 這種價錢如果喝到很好的普爾茶 無超所知 喔 所以呢 如果各位了解顧客的心 當然各位的業種 業態蠻多的 不見得合適 所以呢 懂嗎 咖啡先生 Mr.Coffee 你也去拍 知道嗎 自己挑著用 如果有用自己挑著用 如果沒用交朋友到台中來找我 咖啡先生 你放心 來台中找我 我 我只用台中就好了 因為我們在地 總是要介紹一下 不要說到高雄 人家帶去喝咖啡 嚇一跳 高雄咖啡這麼兇悍 對不對 台中有名的咖啡也是高雄人上來的 聽說老樹高雄來的 在台中發揚光大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一個什麼藝人館 也在台南 跑到台中PK 都躲在 躲在圍牆外 有沒有藝人館的老闆 對不起喔 真的啊 你有沒有進Downtown 當台中縣市和平 我就開始教英文了 我只教一句 以前什麼叫做Downtown 什麼叫Middle Town 什麼叫Up Town 上層都不懂 自從台中縣市和平 上層就是谷關離山 你知道嗎 中層區呢 就是什麼 風圓跟無風 你知道嗎 Downtown市中心 就是我們主本的台中市 這樣有了解嗎 齊齊豪宅 大哥那一行喔 是不是兩棟在那裡 欠 欲擊 讚 台南人就是這麼老實 這我教他 台中 很抱歉 庭院咖啡的發源地 當我們 這個漢林 有沒有漢林茶館的老闆 沒有啦 漢林茶館 在PK我們春水堂的時候 無所謂啦 你怎麼可能會從台南 跑到台中喝一杯珍珠奶茶呢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這麼拼心 跑來台南喝珍珠奶茶嘛 為什麼 因為漢林茶館沒台沒錢 就開一個香茶 想要喝茶的那樣 香茶 喔喔喔喔喔喔 對不對 結果呢 我們春水堂呢 把陽線兩個字拿掉 吹下去 也來我們城大開始開 春水堂 知道嗎 對不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城大外面都春水堂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否定一下 台中人的努力 人家我們想茶在台中也是有開嘛 對不對 說到咖啡呢 從 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民國 42年的 上島咖啡 到蜜蜂咖啡 對不對 到什麼 到台中市的庭院咖啡 庭院深深升級許 各位庭院咖啡的發展 不得不懷疑到我們的 叫做 純品咖啡高價 當台北市 一杯咖啡賣40塊的時候 台中市賣60 當台北賣50的時候 台中市賣80 所以庭院咖啡呢 庭院咖啡 各位要知道 各位因為都蠻年輕的 所以那個時代 庭院咖啡是在台中市 發揚光大的 很大的 餐廳裡面有什麼 很大的餐廳裡面有什麼 有 園藝造景 各位現在去新社看就好了 我們商圈第一名的 新社商圈 只不過他在市中心區 四溪咖啡在台中嘛 做咖啡應該知道四溪咖啡嘛 比利時咖啡府的 有聽過吧 四溪 所以帶你來看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到台中都會變質 四溪咖啡 當然當然 庭院咖啡時代結束了之後有什麼 有所謂的探索咖啡 閱讀咖啡 風上咖啡 可能就比較知道 大型複合的 像藝人館這一種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告訴你呢 來台中再找我來看一下周筆咖啡 全台灣只有一家店 巴西人的莊園咖啡豆 那個要有license 周筆咖啡 巴西人 巴西人開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直接從巴西 巴西拿豆子 只有在那裡賣